这样蒸馒头比面包还好吃 做法简单易上手 来咱们一起操作吧 南瓜去皮 切成块 倒入榨汁机内 加入少量印度神水 榨成汁 倒入不大不小的容器内 加入3克酵母 20克白糖 20克马上过期的蜂蜜 用刚买的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300克面粉 搅拌程序状 合成光滑面团 摸上油饧发 另用牛奶150克 酵母3克 白糖30克 搅拌融化 加入面粉300克 搅拌程序状 合成光滑面团 抹油 盖上保鲜膜醒发两倍大 面型发好后 揉面排气 切成大小均等的小机子 团圆 然后取出白色和一个黄色面团 搓成长条 压扁 两个面片重叠在一起 再按压 用筷子压出纹路 卷起来 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样全部做好 再次醒发10分钟 水开 上锅蒸20分钟 焖5分钟 出锅 这样做的馒头 香甜可口 奶香味十足 比面包还好吃 我家孩子一口气 能吃三个你信吗 最后厚着脸皮 给大家要个赞可以吗 炸20分钟 下锅蒸21分钟